嗨,好久不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ST20耳机 这款耳机最大创新的地方有两点 第一,就是驱动单元后置 拥有非常舒适的配台体验 因为它的耳机头直径只有16mm 厚度5mm 都比目前市面上的平等耳机更小 第二就是ST20 Pro这个版本 或许是市面上唯一能买到的圈铁平等耳机 使用的是同轴圈铁结构 接下来我会重点介绍一下ST20 Pro 同时呢,记得给三连将会随机赠送一份ST20银色版本 从包装上看,这代产品是非常有分量的 ST20和ST20 Pro版本最大的差别就是 ST20少了一个动铁单元 使用的是LCP液晶振膜的动圈 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升学结构 非常适合入门Hi-Fi的朋友 从最早的SWARA到ST10S 以及模块化的DIY耳机M2S Pro 都是司马巴特对Hi-Fi未来形态的探索 下面简单给大家看看ST20 Pro版本的配件 首先ST20 Pro赠送的是一条八股镀银的混边线 然后就是一个蓝色的收纳包 赠送了十星海绵两个,中宫海绵两个 一个3.5转6.5的插头 另外还赠送了一条3.5镀银线 ST20版本配的是八股镀银混边的3.5线 和一个灰色的收纳盒 这款耳机依然采用的是经典的迷宫升学结构 所以司马巴特的平头耳机 可以说是目前低音效果最好的耳机 唯一的差别这次的升学结构 更像是一个海螺 类似高端的音响BNW的海螺后枪 有了这个海螺迷宫后枪 可以使得低频共振的频率F0更低 更低频率的好处就是耳机整体系统的低音效果会更好 很早之前做过ST10S的谐证实验 原理实验都差不多 只不过这次共振作用会更强 我发现很多HiFi耳机的同行都是拿一张效果图 剩下全靠边 ST20 Pro首次用上了一圈加一铁的双单元设计 这样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大 因为目前市面上还没有找到类似的产品可以参考 所以过程中会遇到不少困难 好在最后都克服了 也教出大家一个满意的产品 这样圈铁混合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动铁单元负责高音 让声音层次感更强 人声和乐器更加的清晰 动圈单元发挥低音的优势 生产和低音更加的宏大 然后说说佩戴体验 这或许是拼头耳机的优势 不过市面上拼头耳机直径大概都在17毫米左右 一些女性朋友或者小耳朵的用户无法塞路 就像强行塞路的话 佩戴久了时间也会赞通 解决方法当然是减小耳机头的尺寸 不过会导致单元的直径也会变小 会损失掉音质 ST20耳机巧妙的将单元后置的结构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仅可以把耳机头设计的更小更薄 同时还保留了大单元的音质 对比苹果耳机可以看出 它的耳机头非常的小 耳朵大一点的朋友 佩戴会觉得没有任何义务 或者会感觉完全没有戴好 因为耳机几乎是悬浮在耳道口的 不过耳机必须绕耳佩戴 要不然非常容易掉落 关于ST20 Pro听感上面 由于多加了一颗29689动铁高音单元 所以整体的风格是偏冷的 声音比较透亮 高频延伸性也很好 加上一颗15.4毫米的生物纤维动圈 它的顺态响应也很快 低音也非常的猛 ST20耳机的话 由于使用的是一个LCP液晶动圈单元 整体的风格是软身 中频饱满厚实 对平头耳机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过来扫描这个二维码 来申请试听我们的产品 或许这款将是你退销产品 ST20 Pro必须是平头耳机中的标杆 下表是对比市面上的平头耳机 或许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 圈铁平头耳机 从2017年开始 经过4年的时间 ST20即将成为我们旗舰平头耳机的终点 非常感谢那些众筹支持我们的朋友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款ST20耳机 下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路耳式XT10 有望在今年和大家见面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